这几天呢,趁着这个高温季节啊,就是活不多,因为你现在你也不敢太栽萌着,温度太高了,就开始重新的把这个水路啊,打工的水路重新改造一下,因为现在有很多种植物啊,我看温区里面啊,基本上还是靠这个那个软的那个那个水袋去浇灌啊,它这个壁端是很大的,因为那种东西啊,它不抗晒,很容易老化,基本上一年一换,嗯,你想一排一般的, 一百米,你爬到一百多块钱,基本上,你如果在外边的话,就是一年,有时候用不到一年的报废了,所以算下来并不省,所以说呢,精肯的就改变成那个PVC的管啊,你想这个属于老的园区了,以前用的就是软水袋,现在我们要改成那个PVC的管,实际上很简单的,你想这个PVC的管用的是六三的,这种管,供水管的话价格并不高,你一定要用, 供水管啊,不要用排水管,排水管压力,持不上压力,供水管,它这个一米的价格在,基本上就在六块钱左右,然后呢,一定要是买沟啊,是买,买沟的意思,一个是呢,就能承重,耐压,这是一个目的,接着个目的呢, 就是说,好比说你在我们河南吧,这个冬天呢,可能会出现零下十几度的一个低温,如果买的深一点以后,基本上它不会说冻着,刮冻着以后,到时候你影响你浇灌, 所以说埋深一点,这是一个,再一个呢,就是说每一个出口啊,在每一个喷头啊,都留有出口,留有开关,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浇灌哪个棚啊,浇灌几个棚,然后哪一棚不浇啊,然后你有所选择,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劳永遗了,实际上花费也不高, 然后呢,又省工了,像做这种管呢,也不用请工人呢,自己都可以干,因为都是用胶粘的嘛,是吧,买上弯头,三通,秋阀,然后接口用胶粘,很简单的, 所以说呢,我建议朋友们,如果想在一个地方长期干下去的情况下,尽可能用皮绘吸管道,一劳永遗,省工省力。